第35題 我們知道做工就是力量乘位移 但是力量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甲乙的施力都向右 位移也向右 有平行 所以可以直接乘 移的受力向上 位移是牽直向上 也有平行 所以也可以直接乘 那麼題目告訴我們說 他們的受力大小都一樣的 而他們位移都是一公尺 也是一樣的 因此他們的做工就會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外力對我們的甲乙丙三個的做工是相同的 因此第35題問我們說 外力F對甲乙丙三木塊做工大小分別為W甲WE W丙 則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W甲等於WE等於W丙